大家好,我是不懂作战直说电影的唐司令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部青春历制片 店底辣妹 仅此献给正在高考或即将高考的同学 故事开始 女主从小生活在一个纵男轻女的家庭 爸爸喜欢弟弟 一心想把弟弟培养成职业棒球选手 女主及妹妹交由妈妈召看 爸爸对他俩是不闻不问 这样的家庭环境下 女主性格孤僻 一直交不到朋友 直到碰上这三个小罗妮 女主才真正有了朋友 时光如水 岁月如缩 时间有限 女也却不说 女主从小罗妮长成了婷婷玉丽的美少女 但这些年 女主白天化妆 晚上泡棒 每天是过得快乐无比 可成绩却是垫底专业户 直到有一天 班主任从女主包包里面 搜出一盒包装精美的香烟 决定给予女主休学处分 这下彻底打乱了女主的计划 原来女主所读的中学不需要考试 就可以直升大学 只要不被学校处分 直升大学基本无忧 可现在女主想读大学就得靠自己考试 这对于一个垫底专业户来讲 简直就是天翻夜谈 好在妈妈并没有放弃她 给她报了一个补习班 而命运的天平就在这一刻开始转向 隔天女主来到补习学校 测试后发现 虽然现在高二 但知识只有小学四年级的水平 已经无法用差来形容了 简直就是渣渣中的战斗机 即使这样 补习老师也没有嘲笑她 反倒在女主身上发现闪观点 并鼓励她 在老师的鼓励下 女主定下考上清英大学的目标 我查了一下 这个清英大学在日本相当于国内的清华北大 世界排名30多位 得知女儿想考清英大学 爸爸嘲笑她 那蛤蟆想吃天鹅肉 班主任蔑视她 考上清英大学 我就在学校裸奔一圈 的确 对于差上班的电笔生来讲 这简直就是痴人说梦 女主也不再理会别人的目光 改变悄然发生 与同伴出去玩 女主会带上作业本 上下学路上呢 努力背英文单词 将家里的墙上贴碗词汇表 每天学习到深夜 很快女主就将初中的课程学完了 但是清英大学哪有那么容易考上 时间紧 内容多 底子薄 这是横在女主面前的男路虎 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加大补习力度 在真的妈妈同意后 补习老师加大了对女主的补习力度 为了支付这额外多出来的补习费用 妈妈不得不晚上出去多打一份工 而小伙伴们呢 也被女主的努力感动 决定暂时断绝于女主的来往 好让她安心学习 女主也慢慢善道 面对如此繁重的学业 女主偶尔也会气泪 好在补习老师总是在女主开始迷茫的时候出现 积极的帮女主化解周期性放弃综合症 随着高考的宁静 为了争锋夺秒 女主剪掉了长发 以此减少头发 哭泥的时间 通宵学习 以此来弥补自己与别人的差距 转眼 到了第二次全国模拟考试 虽然有些进步 可女主依旧考试不及格 这彻底打击了女主的积极性 并打起推行骨 觉得自己压根就不是快学习的材料 另一边呢 弟弟的小宇宙也终于爆发了 由于长期被爸爸强迫进行棒球训练 而自己又不太喜欢 决定放弃棒球练习 一次偶然的机会 女主出来找弟弟 发现弟弟流浪街头正帮小混混跑腿 毫无疑问 弟弟被女主训斥了一番 但接下来弟弟就说了 你不也是半途而废 浑浑噩噩噩 有什么资格来教训我呢 这句话生生的刺痛了女主敏感的神经 暗打下主意 一定要考上清一大学 给弟弟做个好榜样 为了经历自己 女主与妈妈来到清一大学 自信的笑容 浓烈的氛围 生生的吸引着女主 这也坚定了女主考上清一大学的决心 女主再次回到补习学校 挑灯夜读 慢慢的女主的成绩也有了起色 终于到了清一大学的入学考试 凭借着自身的努力 终于考上了这所梦寐以求的大学 此时此刻 幸福的阳光投射在女主的身上 这一刻 她终于证明了自己 还有什么比面对嘲笑克服困难 最终取得成功 更让人高兴的呢 对女主来说 这一刻 世界才刚刚开始 未来 不管碰到什么困难 有了这样的自信 她都能坦然面对 好了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这部电影是根据真实人物改编的 一个垫底生 仅用一年多的时间 就考上了重点大学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没有实现不了的目标 问题在于 你是否设置了目标 并去努力实现它 而人与人之间的差距 往往也表现如此 成功的人 是一次次达成自己的小目标 更有自信 失败的人呢 是一次次放弃自己的小目标 一事无成 希望这部电影能触发大家的一些思考 更多精彩内容 请微信搜索 唐司令说电影 唐司令在那边等大家 记得关注哦